我怎麼復活了 嗯...對 就是等等可以一起講啊 我那時候為什麼不做是因為 就是第一個他更新嘛 那時候剛好遇到一個 瓶頸期 就是他更新開放那個 地球玩家入場 然後你也知道很混亂 就是玩鬼 玩人都錄不太出片這樣 然後那時候又是因為 要逼自己日更 所以壓力就會有點大 然後再加上第二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在家一年多都沒有出門去聊天 工作 曬太陽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人一直在房間裡面其實會比較 會比較負面 久了之後你的心態會比較負面 會比較不平衡 所以那陣子剛好就是因為 可能累積久了 不太健康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點那個更新的問題啦 平衡做得很爛 然後騙出不出來 因為日更嘛 給自己壓力那種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一氣之下 就想說 反正我 就是不想玩就不要玩這樣子 對對對 沒有太陽會容易心情差 就是會有一點憂鬱啦 那時候 就是平衡比較負面一點 因為一直都待在室內太久了 真的都沒有出去曬太陽 心情很差啦 那個時候 就幾乎每天都壓力很大 然後又要趕日更的片 然後有時候因為 日更就變成說你要放假好了 假設你要放五天假 你那時候要出去玩 你就要先把那五天的片給錄出來 就變成說你的時間壓得很緊 像那時候片會錄不出來 所以就累積之下 那時候就會覺得有點不太爽了 就沒有做了 那現在回來玩的是因為 其實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一直都有在找類似的遊戲 像是可能 H 那個叫什麼啊 什麼POPPY PANY TIME 或是精神病院那種類型 但其實很多都 要嘛就更新做不好 要嘛就是沒有那麼刺激 玩來玩去都覺得沒有那個意思 對對對 所以最近想一想 然後那就再回來玩 因為剛好看到 更新很多好東西可以玩 這樣就蠻有興趣的 對對對七龍珠 那時候常吃完七龍珠 可是因為更新真的做太慢 然後更新又弄得很爛 然後又慢慢就沒有玩家玩 這樣子 就很多問題啦 所以找一找去 就那時候一直 陣陣陣陣續續續到現在 然後又回來玩這個 我做法很錯誤 五天出去該怎麼辦 觀眾五天沒影片 OK 沒問題 下次就這樣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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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